今天会想做这支影片 是因为我最近通过了一个专业的考试 取得了面秘清点、保养品及化妆品调制的资格 结果一看起资料的清单 哇! 是两张大头照 临时需要用证件照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 圆面照相馆、官楼、或者是价格 动辄三五百 让人犹豫 但其实只要6块钱 在Seven就可以印出可以用来办身份证、健保卡 家照、甚至履历用的大头照 品质不出高级 但至少中规中矩 省钱、省时间也够有 而且 立刻拿到 今天我要分享是一个我自己亲身实测过的超16秘诀 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教你最简单、最快速、最便宜的解法 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我会一步步的带你 一、怎么用PPT排版2寸跟1寸的证件照 在一张4×6的相片纸上 二、怎么把照片带去Seven 用iPhone印出来 三、最后我还会带你一起回家拆封这个成果 让你即使在晚上、临时、要交照片时 也能快速完成 重点是便宜又实用 先跟新朋友自我介绍 嗨!我是丹妮 欢迎来到可康伯利哉 这个为你的人生升级和财物升级量身打造的频道 重点是 如果你想知道未来还有哪些好康 甚至直接整理好通知给你 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你可以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有用的资讯 如果你也怕自己听完或没有行动力 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 这样影片就会自动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 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 你有其他省钱、省时间、省心的秘诀吗? 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准备好了吗? 走!我们现在开始! 开场先告诉大家 我们的目标是排出一张4×6 也就是10.2公分 宽乘10.5公分的相片纸 上面摆满我们要用的证件罩 使用POWPOINT就够了 免下载专业软体 1.准备好照片 先准备好你要用的大头照照片 建议摆底、脸要清楚 建议照片格式是JPG或PNG 打开POWPOINT 新建一张简报 2.设定版面大小 连选设计 同影片大小 制定同影片大小 设定宽度10.2公分 高度15.2公分 也就是4×6寸 3.排版2寸照 插入图片 选择你的大头照 设定图片大小 宽度3.5公分 高度4.5公分 2寸标准 复制4张 对齐排列整齐 可以使用对齐工具 4.排版1寸照 插入另一张图片 设定图片大小 宽度3.5公分 高度2.8公分 为1寸标准 复制5张 放在下面空位整齐排列 5.储存图片 点选档案 点选汇出 选择格式为JPG或PNG 储存整张-包围图片 这就是你要去列印的档案 接着上传列印的档案 取得QR Code Part 2 好啦,现在我要出门去最近的7了 我会用QR Code把我刚刚做好的照片 带去iPhone音出来 让你们看看整个流程到底有多简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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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骤,点击列印,选相片列印,选4×6相片列印,选择你刚刚那张JPG图片,预览一下画面,有没有完整在4×6的范围内,确认列印,每张6元付款等待列印 编号面有摇要摇,而且去除布很快,大概不到1分钟吧,感觉还蛮不错的耶 回到家啦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印出来的产品 分析一下 色彩还可以 不会太黄或太暗 如果你对色彩有很要求的证件 还是建议你去照相馆 但如果只是要交一些报名资料 或证件换发什么的 这种等级应该很够用 而且你看 一张六块钱 总共有四张两寸加五张的一寸 超划算的 场面的QA 第一 这样的照片真的能用吗 我自己是用过申请跟报名的资料 完全没问题 二 画质会不会糊呢 只要你的原始照片是高清的 列印出来的品质是可接受的 不要用截图 或者是LINE压缩过的图就好 三 可以加框或加名字吗 可以 你可以在PPT排版时加上去就可以 免生小知识 哪些证件需要什么样的照片尺寸呢 一般来说 身份证 护照 海报证 两寸大头照 3.5 x 4.5 cm 健保卡 卧底签证 履历照 两寸半导 而驾照 证照 或身心障碍手册 为一寸证件照 3.5 x 2.8 cm 好啦 今天这支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学会怎么自己用PPT排版 再到Seven列印 留言跟我说你成功了 如果你觉得这招很实用 也可以帮我分享给正在找便宜洗草片的朋友 让更多人知道怎么用六元就搞定这件照 我会继续分享让你的人生升级和财务升级的秘诀 如果你不想错过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并订阅的你 一起财富自由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只要你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 找到一两句是有用的 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丹妮 感谢收看和康复理斋 我们留言区见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